376集 唐老安人的侄儿当时是气疯了 所以仗的也不过是成经 如今位高权重 丢不起这个脸罢了 等到成家的人扭着他 要把他送到顺天府的时候 他又害怕起来 挣扎着就要跑 亲自己冷笑 到成家小三房的大门口来闹事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若是成家这个时候忍下了这口气 那么以后岂不是谁都可以有样学样了 只是还没有等到成池回来 成时就亲自带着两个管事 捧着好几个礼盒赶了过来 满脸愧疚地对着亲子祈祷 都是我的这个表叔不懂事 还请看在我祖母的份上 请亲总管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 小婶婶那里 还请帮我带传一声 我代表叔向他赔不是了 秦子吉完全可以找借口打发成时 可是成时提及到了周少锦 他就不好当家做主了 笑着请成时在外院的花厅座下 派了人去请周少锦试下 非礼物听 既然成家的仆妇请了周少锦出去说话 成生等人自然也就不会问周少锦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周少锦则是觉得唐老安人那位远房的侄子 不去杏花糊涂闹 不去城卫那里闹 偏偏跑到他们家的门口闹 这还不是柿子挑软的捏吗 太丢脸了 他不好意思跟周初锦几个人说 见大家都顾着他的颜面 什么也没有问 他就不由地说了一口气 和他们继续地说起了家常理短来 不曾想他还没有说两句话 那个小丫鬟去而复返 道 太太 双嬷嬷有事要请您示下 周少锦心中不悦 难道那唐老安人的侄子又做出什么怪来不成吗 他向成生等人赔了不是出了宴席室 双嬷嬷把诚实赶了过来 想带他表书给周少锦赔礼的事情告诉了周少锦 周少锦最烦那种 明明知道有错 还打你耳光 然后觉得给你赔个不是 这件事就两清了的事 他道 你去跟他说 男女授手不亲 我虽是长辈 可我的年纪在这里 实在是不方便出来见客 他有什么事呢 就跟秦总管说吧 若是秦总管拿不定主意呢 那就只能是等着四爷回来再说了 上嬷嬷之前 还怕周少锦心软 他们刚把人送到顺天府 周少锦见诚实亲自过来陪礼道歉 面子上过不去 后脚就把唐老安人的侄子给放了 他笑盈盈的应试 心中的幸灾乐祸 眼也掩不住地流露在了脸上 周少锦不由地抿了嘴笑道 你们若是觉得还不解气 不妨啊 让他就这样哭等着吧 反正家里呢 也没有一个当家做主的 他要是觉得委屈呢 也得有一个帮他做主的人不是吗 如果他要是不愿意 正好一拍两散 他来求人 这点儿都受不了的话 可见之前说的全是违心话了 少嬷嬷忍不住地笑 周少锦就到 城市是什么时候来的京城啊 怎么我们都不知道呢 你们知道他住在哪里 来京城做什么吗 少嬷嬷笑道 之前只是听说 他要参加明年的大比 就提前来了京城 算着日子呀 应该是今天下午 或者是明天早上到的 在贡院那边的那位高声的客栈里落脚 我们只是没有想到 他一听说 他的表叔闹事的事就赶了过来 按照两家的约定 他明天应该去拜访大老爷吧 当初分宗的时候 两房就有约定 掌房要帮着城市科举 当然这件事谁都知道不可能 不过是退而求其次 希望掌房不要有意地阻拦城市就行了 周少锦笑道 既然是这样 那就更应该让他等等好了 我们呢又没说不放人 又没有说不见他 只是情况有变 得等等才行啊 穿小鞋谁不会呀 沙嬷嬷笑着去了前院 周少锦不悦地回了正房 周初锦毕竟和周少锦是姊妹 找了一个机会 忍不住地问他缘由 周少锦想着 既然城市已经上了门 就算他想把这件事情压下去 也是不可能的 索先就把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成生等人 众人都是惊讶不已 特别是成霄睁大了眼睛倒 哎呀我记得二方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怎么现在像是爆发户似的沉不住气了 周初锦叹息道 所以呀患难见真章这样的说法了 从前就如像声鹤显示 如鲜花灼锦 什么时候呢都是顺顺当当的 谁不会摆着架子玩大肚呢 现在日薄西山 有些事啊就得计较起来 素不知道这样的吃相更难看呢 大家不由地唏嘘 不愿再围着这个话题转 转移话题 说起了这些日子 明镇京城的秀娘公敌来 在花厅的城市 得了伤嬷嬷的传话 气得两手紧紧地握成了拳 可她还是笑吟吟地向沙默默道谢 耐心安静地等着城池回来 自从九如像分宗之后 她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了 早知道这样就应该无论如何 也不答应分宗的 高祖父还是年纪大了 形势开始顾前顾伪 既想借帮着掌房的名声 又怕掌房像当年一样 选了她的次子管理七星堂 实际上高祖父真的想错了 成家的银子已经够持几代人了 应该趁着这个机会 抛开七星堂 彻底地与江湖上 来个了断干净为家 可惜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城池不按理出牌 西医狼头东一棒子的 短短两三年的功夫 就窜到了正四品的位置上 还得了一个正直轻傲的名声 掌房比他们想象的厉害多了 城市想着 手就慢慢地松了开来 人在屋檐下 也应该学会低头了 他等了一个下午 到底没有等到城池回府 祭拜皇太子的时候 承哨突然昏倒在了 皇太子的灵前 大夫说 承哨这事忧伤过度 皇上亲自指使着内侍 把承哨抬进了偏殿旁的暖阁 休息了半天 大包小包的药材 赏了大半车 特下旨 让他回家休养 作为侄儿的成经 是内阁抚尘走不开 承哨就由城池护送着 回了鱼钱糊涂 又因为承分和承讯都不在了 阿宝和阿人年纪还小 什么也不懂 承哨那里就由城池 在床前侍及 周少锦等人听到消息 全都吓了一大跳 等他们回过神来 朝阳门立刻就喧哗起来 周少锦忙吩咐春晚等 帮着城池收拾换洗的衣裳 秋氏则叫了轿子 急着带着阿宝和阿人过去 承圣和承骁不知道也罢 知道了肯定要过去 问候承哨的病情 仆夫们虽然是四处奔走 却是悄然无上 承骁等人看了暗暗的点头 也是去看完病人 周少锦把几个孩子 交给了周初锦 和秋氏承骁承生 带着阿宝阿人 赶去了双鱼胡同 送承上回来的内室还没有走 见承家的女眷 只要是没有去哭丧的 就连出嫁的姑娘也都赶了过来 颇有一些感慨的道 难得你们这么亲热呀 周少锦听着心中一动 想起皇上这些日子来的遭遇 他拿着帕子就擦了擦 并没有眼泪的眼角 塞给了那个内室一个荷包 低声的道 劳烦公公了 送给公公喝茶 还请公公不要嫌弃呀 二叔父家里也没有什么人 招待不周的地方 还请公公多多的包涵 那个公公微微一愣 随后眼角没烧 就带上了些许的笑意道 咱家呀 也是奉命行事 程大人不要紧 只是一时悲伤过度 加上年纪大了 平时啊 可能也没有个贴心贴心的人照顾着 就有些心急 太医啊 已经开了方子 太太只管照着方子 给程大人熬药就是了 皇上啊 已经吩咐太医院的曹医症了 曹医症每天都会来 给程大人请卖的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又有内侍骑着马赶了过来 身后还拖着一辆马车 气喘吁吁的在门口喊着 皇上口谕快接旨 除了病者的成哨 众人都走了出去 跟着城池跪着接旨 后来的内侍这才道 皇上连惜程大人 孤生寡人 日常起居都没有人照顾 特将乾清宫的长姑姑赐予成大人 人我已经带来了 小成大人赶紧找个地方安置红针姑姑吧 皇上还等着我回宫复命呢 满院子的人都惊呆了 这可是国丧期间 赏个大宫女给承哨 这算是妾呢 还算是仆妇呢 如果是妾 承哨崇尚的是 道家的养生之术 自发妻去世之后 就已决了这样的心思 算是仆妇 皇上用过的人 能随便地指使吗 皇上是不是悲伤过度 糊涂了 不仅成家的人 就是两个内侍 也是这么想 开始承哨 第一个反应过来 起身 向传旨的内侍道谢 悄悄地塞了一个红包 朝着周少锦 使了一个眼色 这里还有秋氏 他当然不能 在这个时候 出这个风陶 他忙反了秋氏的胳膊 低声地喊着二嫂 秋氏呕了一声 慌慌张张地 去迎了那位 长姑姑下轿 周少锦 如是重负地 虚了口气 这位长姑姑 中等的身材 皮肤白皙细腻 容长的脸 柳燕眉 一双眼睛 温和亲切 神色坚持闲静 气度极佳 这都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 这位长姑姑 乍看上去 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可是仔细一看 眼角和脖子 都已经有了 风霜的痕迹 最少也有 四十来岁了 不管是承哨 把她当妾室 还是仆妇 站在承哨的身边 都不至于太离谱 可这昭示着 皇上对着承哨的宠爱 就连身边的人 也给她挑了一个合适的 周少锦 就朝着承哧望过去 正好承哧也望了过来 夫妻两个 交换了一个眼神 周少锦恭敬地 给长姑姑行了礼 秋氏 这才定下神来 把承哨等人 引荐给了长姑姑 长姑姑 恭敬 而又不失矜持地 给周少锦等人还礼 随行的小内室 递了一个宝蓝色的 印花细布的包袱 这就是长姑姑 全部的家当了 周少锦和秋氏 交换了一个眼神 秋氏道 平时家里的事 都是由曾经服侍过 二婶的曾嬷嬷管着 我们也是刚到 二叔父又病倒了 长姑姑 不如随我们去花厅坐一坐 等我喊了曾嬷嬷过来 问清楚了 也好安置您住下来 长姑姑就行了一个府礼 道着 又劳二夫人了 三品以上的外命妇 才有资格争夫人 虽然京外不讲究这些 可在京城之内 一个匾额砸下来 说不定就有一个侍郎 少卿 对品贱什么的 就很是讲究了 成为刚刚的外方不久 和周少锦一样 秋氏的告命还没有下来 她忙道 姑姑客气了 我娘家姓秋 姑姑若是不嫌弃 就称我一声秋太太就是了 长姑姑从善如流 喊了一声秋太太 语气里带着 只有在宫里当过差的人 才喊得出来的欢喜 能做到前清宫的大宫女 而且这么大的年纪 还没有放出来 肯定不简单了 她虽然客气 周少锦和秋氏 却是不敢怠慢 由秋氏陪着长姑姑 去了花厅 周少锦则带着阿宝阿仁 承宵几个往内院去 承宵住的地方不大 却是贬值各种各样的竹子 有风吹来 洒洒作响 透着一股清凉 大家都是无心说话 两个孩子 更是紧紧地握住了 周少锦的手 在门口迎接他们的是 成少两个八九岁的童子 相貌清秀 说话声音清脆悦耳 给他们做着衣 道着 二老爷说 不过是年纪大了 精力不济 让诸葳太太 姑奶奶不要担心 因怕过了病气 给诸葳太太和姑奶奶 就不用进去请安了 让我领着阿宝少爷和阿仁少爷 进去看上一眼就行了 原本女眷就要回避的 本来也不过是隔着屏风问个安 既然成少这样的交代了 他们自然不会违背成少的意愿 在门口屈膝行了礼 几个人去了旁边的厢房 小童领着阿宝和阿仁 进了成少的卧室 不一会儿 送走了内室的城池过来了 成少几个上前行了礼之后 周少锦夫妻 就站在院子的香妃竹旁 说起话来 皇上这是什么意思呀 二叔父正病着 他老人家给二叔父 送了一个宫里服侍过的姑姑 这不是给于谦胡同添乱吗 你可知道 这位长姑姑的来历吗 城池却是不以为然的 没事 这位长姑姑 原是皇上前邸时的侍女 皇上登基后 她一直在前邢宫里服侍笔墨 是个明白人 这次皇上把她赐了二叔父 我也很惊讶 二叔父常在千金宫里 陪着皇上下棋 远也是认识的 我们只好 生把人供着就是了 至于其他的 等二叔父病好了再说 总要进宫去谢恩的 是个明白人就好的 知道什么事能做 什么事不能做 就算他不明白 也不要紧 现在赐了二叔父 就是二叔父的人了 自有人教他 可若是大家能够和和气气的 岂不是更好 周少锦在心里嘀咕道 城池奋起了运哥 你过来 把他一个人留家里了 他吵不吵 有没有哭啊 有光哥和钟哥陪着他玩呢 周少锦想起自己出门的时候 亲着儿子的小脸和他告辞 他却是理也不理自己 一心一意地 看着光哥和钟哥的样子 嘴角微微地翘了起来的 他现在呀 只要有哥哥们玩 根本就不要我的 那就好 我们两个人呢 只怕这几天要在这边待急 温哥只怕还是要麻烦他 姨母待几天了 我出门的时候呢 姐姐也说过了 我们要是这边太忙了 他就帮着呀 带几天孩子的 城池寒手 郭老夫人和城京 原是过来了 两个人迎上前去 郭老夫人和原是 都是暗品大庄 宅冠坠满了各式的宝石 沉甸甸地压在头上一天 又要哭铃 都是面露倦意 城京的精神倒好 可也没有平时那么整洁 郭老夫人 开口就问韵哥 直到周初锦在家里带着他 长松了口气 城京则是神色焦虑地问城池 阿叔父怎么会突然昏倒的 真的没事吗 有时候太医院的御医 为了不出怒皇上 会适当地隐瞒病情 正知道 我给阿叔父把锅卖了 没什么事 一行人往正房去 城池泽把皇上刺了一个 在前亲宫服侍的姑姑过来 照顾承哨的事告诉了他们 三个人是目瞪口呆 本集到此结束 欢迎收听下一集